画面中拉拉扯扯的两人是一对夫妻 丈夫小吕要求妻子 将她背着自己去跟男同事旅游的事情说清楚 不料妻子小周非但没有半点愧疚之心 还发起了无名之火 说就是因为丈夫跟自己志气 自己才约男同事出去散心的 妻子小周说 丈夫只是碰巧撞到自己跟男同事去旅游 自己并没有做出对不起他的事 就被丈夫打了三耳光 丈夫这样疑神疑鬼 这样日子是没法过下去了 面对妻子的指控 小吕说 自己发火打他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那天刚好放假 自己就想着带妻子和女儿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去游玩 不料妻子直接拒绝了 说自己那天有事要办 并让小吕将女儿送回家 凑巧那天女儿吵着要去姑姑家玩 小吕去车站买票送女儿去妹妹家时 恰好听到妻子小周叫那个男同事名字 小吕听到妻子声音后 回头一看 正好看到妻子跟那个男同事有说有效往车站走去 小吕带着女儿立刻上前 将妻子和男同事拦了下来 想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而就在小吕与妻子争执之时 那个男同事趁机偷偷地溜走了 小吕十分气愤 妻子放假连女儿都不赔 骗自己要去办事 背地里却跟别的男人去旅游 要是自己这次没撞见 指不定会出事 于是越想越来气的小吕扇了妻子三耳光 这时小周表示 丈夫如此心性多疑 没有实际的证据就动手打他 他跟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在这时 小吕的妹妹追了过来 他说虽然哥哥没有嫂子被判的直接证据 但他曾不经一间亲眼看到 别的男人给嫂子发的亲密聊天记录 小姑子说 那天看到嫂子的聊天记录 嫂子的头像和那个男人的头像都设成一样 如果嫂子真的没有被判哥哥 就应该将男同事叫过来当面说清楚 对于小姑子的提议 小周说 男同事已经去上海旅游了 目前没办法过来说清楚 至于小姑子说的聊天记录 自己并不清楚 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 要不然就把证据拿出来 把那些聊天信息拍照下来给自己看 小吕想不到妻子此时还在狡辩 于是他说 就算聊天记录是编造的 现在只要将那个男的叫过来 就可以还你的清白 此时的小周有些心虚 说自己没有联系男同事了 这就奇怪了 才刚刚约好一起旅游的两人 居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这时 妻子小周的姐姐也赶了过来 她直接说 妹妹跟小吕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小吕太自私太小气了